这样害怕吗 你醒了 李雨哲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这里是郊区的一个诊所 你白天晕倒了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的衣服是你换的吗 说清楚啊 我的衣服清白了被你毁了 第一 请你先看看清楚 我穿得好好的 能和你发生什么 第二 就算我想发生点什么 我还得挑对象 还有 你身上有什么是值得我看的吗 你真的没看吗 你真的没看吗 我没有兴趣 如果有力气在这里大喊大叫 那还不如先把药吃了再睡会儿 你身子还虚着呢 嗯 你在什么啊 你只是古兰還虚着 这个诊所很小 就这么一个能睡觉的房间 你让我去哪儿啊 你在这儿我怎么睡觉啊 爱睡不睡 也不知道刚才到底是谁 睡得那么像 还打呼噜呢 我这是怕你夜里再嫌 男女受受不清 尖叫起来 那样我可就没法睡了 今天 我其实是来村口 打听我妈妈的消息的 但是我总感觉 那个人好像知道一些什么 只是不方便告诉我 我睡了吗 你好吵啊 嗯 你怎么啦 老鼠 吓死我了 我觉得你这样大呼小叫的 倒是会把老鼠吓死了 你快点 快点抓住它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大排档女侠吗 一只小小的老鼠 就把你吓成这样 我小的时候被老鼠咬过 心里硬面积实在太大 我不会抓老鼠 我又不是猫 求求你了 好了 跑掉了 你怎么让它跑掉了 你得把它打死 要不然一会儿它会回来的 就算我把这只打死了 说不定过一会儿 还会来第二只 或者 来一群 一群 真的吗 这就没法睡了 你睡吧 我看着 来一只 打一只 睡吧 来 来来来来 可是我还是害怕 你去哪儿啊 这样害怕吗 你猫 你猫 我像是在很雨 你猫 你猫 好好點